你是经理 爸 你怎么这么跟我们欧经理说话呢 你闭嘴 你把我王进财当成什么人了 想当年我家祖师爷剪刀王 是给大清八千岁定制潮服的 我什么场面没见过 姑娘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到底是不是经理 大叔 你是要找经理是吧 对 我去给您找去 我 我 我 你坐这儿 坐下 太不像话了 你跟我演 演 演完了 我未来的公公太厉害了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不是经理 我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想啊 他可是我未来的公公啊 我刚刚表现得那么差劲 他肯定对我的印象差死了 小姐 您怎么想得那么多啊 灵灵 要不然你去帮帮我吧 姑娘 这事我可真管不了啊 你必须得管啊 你要是不管 他爸就让他回老家了 那不挺好的吗 他想讲我的幸福怎么办啊 我可不能让王晨阳就这样做 我都直接溜走了 这事我可真管不了啊 灵灵 我求求你了 我和他是绝配啊 要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办好 他爸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 我的人生就毁于一代了 我真的帮不了你 下个字 我不管 那 我一看那小姑娘 就不是当领导能料 领导在我面前已出现 我就知道 他要是能当领导 我王在那儿倒着血 倒过来不是还是王吧 骂人 行行行 你呀 我也看出来了 在这儿也没多大出息 赶快收拾收拾东西 跟我回老家去 不 不回 我老家有什么好的 一破县城 我这辈子我也不回去 不听话 反教了你 我今天我不抽死 又又来了 又又来了 又抽死我 你你你你你冷静我 你冷静我 你冷静我 我就今天 大叔 这个是我们经理 崔玲玲女士 大叔你好 我姓崔 我叫崔玲玲 听欧阳说您想了解一下 崔玲在公司的工作状态 那我就简单给您介绍一下 崔玲呢 还算是一个相对有才华的摄影师 他的拍照风格也会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所变换 接下来公司会进行一些人事上的调整 主要是裁员这个部分 但主要针对的是 业务能力不强和工作态度有问题的人 再接下来呢 公司会成立自己的广告制作部 到那个时候 我们会跟朝阳有更密切的合作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就先出去了 等等 还有什么事吗 我 我在看你 大叔您真会说笑 欧阳你就先照顾二位吧 你们先忙 他说什么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 你跟着 来着 是领导 领导说话都听不大懂 来 听门 这是我们员工宿舍 简陋了点 也将就吧 挺好的 来 你看看卧室 这挺好的 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是我自己失业 我还给你带来那么大的麻烦 你放心 我会尽快找到工作 尽快搬出去的 不用 不急 你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 因为我对你的事业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 来到这个城市 就没一件事情是顺利的 你不能这么想是吧 你得朝前看 赛翁是马 胭脂非福 这失业并逼定是件坏事 真的 来 钥匙拿好 那个缺什么东西跟我说 我让人家给你添置 好吧 今天晚上 给你庆祝乔仙之喜 有多少朋友都叫来 好嘞 怎么了 你想什么呢 见着我 见着了我就放心了 我说爸 您 您瞎想什么呢 你还琢磨儿媳妇呢 我都说了 那是我的领导工作关系 您 您别瞎琢磨了 我跟你说呀 她跟你妈年轻的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好小子 有眼光 爸 您就别瞎想了 行了 还没完没了呢你 你 我还不了解 原来呀 一直瞒着我是有原因的 是 什么原因 我跟你说啊 她是你领导 比你挣的钱多 是家里挣钱的主力 可是啊 你俩有真感情 正儿八经过日子 这不算吃软饭 行了 这回我看见了我就放心了 这个 行行行行了 我 我 上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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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车吧 好好过日子啊 对你媳妇好点啊 过几天我再来 可算是送走了 但是也说不准啊 只不就哪天她又杀回来了 还来啊 我这从小在当时没撒过谎 撒这一次我都尿骨子了 你还来我得疯了不可 我说你下次提前说好行吗 我写好剧本等她 你别用来什么突然袭击的 我这小心脏 亏得嘴小 要是嘴带大点啊 就得跳出来了 蹦出来就蹦出来呗 反正你也没心没肺的 谁没心没肺了呀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对了 欧阳 这灵灵最近是不是工作不顺呢 我看她脸色不大好 她是在愁工作的事 这郑总不是把降职了 给琪娜当助手吗 处处受急呀 她心情肯定不好呀 而且这本来有一个项目搞好了 你那老乡也比较配合 可是琪娜还是挑三拣四的 不是 你等会儿 我的老乡 好像是信钱吧 那妥了 你把她公司地址给我发过来 你要干吗 说我老乡嘛 那玲玲帮过我 对吧 我呢也不能欠她这人情 行 你把她地址给我发过来 我说两句好话 你能说上话吗 废话 什么叫老乡啊 两眼泪汪汪你知道吗 你给我发过来吧 行行行行 但是你可别愣说话啊 你放心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找您还不容易吗 您看您这买卖做得多大呀 这您现在是名人 我呀是通过我一个朋友 说您公司在这儿呢 我就过来给看看你们 朋友 谁呀 您认识 那个杂志社那个崔灵灵 崔灵灵啊 你们俩认识啊 我俩挺熟的 行行行行 坐坐坐 你看 什么事啊 是这么回事 这个其实也不好意思跟您说 就是 你看这不是我听说 你们公司跟他们杂志社 有一个项目 是不是在接下啊 对对对 其实吧这个 这他们那个杂志社呀 人际关系特复杂 这老有人出来给他们捣乱 灵灵负责这事 所以呢 他听说我说 哎呀呀 崔灵 你你跟钱总是老乡是吧 您给出来说说话 请您啊促成这个项目 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这个 这过程当中啊 您能站出来为灵灵说句话 您想您这说话的力度 那这这一出面 那帮人不就靠边炸过去 你说到底 他还是对我不信任 这也不是 主要是他们杂志社 这人太复杂了 多余 其实我对他印象挺好的 是吧 你俩挺熟是吧 对对对 我听说他还是单身 要不你帮我俩撮合撮合 还挺好啊 那你晚了 晚了 那个是他有人了 有人 谁呀 你 你看他 你看咱们这么先年没见 你还是这么默契的啊 爸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没事 谢谢 看周大小姐神采飞扬如此歉意 我这心里的普通快 一扫而光了 说吧 你是拿下了拿下了还是拿下了呢 对 差不多吧 大得高兴个屁啊 经过昨晚促膝长缠 虽然我差点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但好歹是有惊无险 今天呢我就顺利地住进了 简佳明的餐厅宿舍 真的啊 住宿舍啊 那你之前做的房子呢 我把它推了直接搬进去了 你够豁得出去的 他也豁得出去啦 那要是他不要你呢 你还得背着包找房子去 你这乌鸦族你能盼我点好吗 你好不容易认真一回啊 你就好好珍惜他吧 如果认定是他好好把握 我已经胜券在握了 欲擒故纵 你这招太灵了 我要没你这个军事 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 这么顺利 所以呢 为了感谢邵老师 今天我请大家 去我们家的餐厅脆一顿 太恶心了 现在就我们家的了 咱们两家是什么关系 邻居还是 他 他也不是邻居 这个 这么说吧 其实 咱俩人的父辈很熟 那个 我父亲吧 原来在咱们的服装厂里上班 你父亲怎么称呼 说不定我都想起了 我父亲一提大家都知道 他叫王进财 是咱们厂的技术底名处 我跟您说啊 我们家八代都是裁缝 怎么了 没事你接着说 你说 是我八代手艺 四秀那是一绝啊 我这么跟您讲吧 我现在连他七八成功力 我都没继承下来 哦 这么说 我们家服装厂 管理质量那个 老君病 王进财 是你爹啊 不是 钱总 你看这咱们俩这么熟 这这么说父辈 这不太合适啊 我这么说他呀 是清的 你 你叫什么来着 我要王朝阳 王朝阳 王朝阳 啊 我找你找半天 是吗 是啊 我今儿啊 一定要替我爸 好好教训教训 这不是你干嘛呀 你们说了好好的 怎么动起手来了 我找你找了半天 我爸现在在医院呢 你好不容易自己 还坐上班来 张沫 王朝阳 你爸在医院堂上 还在我们家里的事啊 你回家吧你爸 别别别 别别 保安 保安 别别别动 不是 你们这是鸡毛服务司 钱小二 我告诉你啊 今天要不然因为崔玲了这事 我求着你 我就还手了 你叫崔玲了滚蛋 还手了 喂 喂 爸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 我说你跟老钱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你替他干什么呀 不是 我 我今天去找老钱的儿子 小钱 这 这 这好 这 这一开始相处得挺愉快的 我们聊得也挺好的 不是 怎么一聊的你 他就上来打我呀 这怎么回事啊 我这不是 出了点事吗 什么事啊 你知道 虽然我岁数大了 可是我还是有点伸手的 这个你清楚吗 然后呢 我跟老钱闹了点矛盾 我就把他打医院里去了 你是我亲爹呀 那是早晚的事 对的 你千万别喊那王晓杨 那哥们儿太丧了 每次见他准没好事 你说得太贵了 王晓杨 千万别急 接个电话我怎么了 没事 别告诉他我们吃饭就行 别告诉他 喂 喂 欧阳 你在哪儿啊 我在那儿呢 怎么了 有事儿吗 那个你总得出来一趟吧 我有事儿跟你说 方便得很 你说 那个我 喂 他挂了 我倒真希望他挂了 我他电话挂了 怎么办呢 他是不是受气了呀 快帮我想想啊 都说这谈恋爱的人智商为零 像咱们欧阳这样的 随便谈一谈 那智商就偏复数了吧 哎呀 哎呀 那有意思吧 哎呀 妈妈说那事啊 说实话你也生气啊 来啊 喂有情人忠诚眷属 干一杯 好 干 来 喝一个 喂 那谁 你怎么不喝啊 喂谁啊 有情人啊 喂 听一下有情人 来 干一个 来 干杯 干 那得喝 来 干 来 干 你那新房住得怎么样啊 非常非常满意 还得谢谢家明 不客气 可能就是稍微有点简陋 但是我这一片热心 是日月可见 对吧 只要你住得舒心 我就踏实了 谢谢 哎呦 不客气 哎呦 哎呦 看你俩这装陌生嘞 彩儿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简安明 你为什么不让彩儿 直接住你家里面去 这 哎呦 住家里头 这 我是怕人家小姑娘 禁不起诱惑 是不是啊 这孤男寡女的住在同一个屋子里 是吧 这万一哪天搂不住 这容易超出朋友的界限 你俩还挺含蓄的啊 可以我对彩儿的了解 这彩儿的朋友界限 她早该美了吧 吃你的 别别别在在 这这一直都在啊 你赶紧吃 吃都堵不住你嘴真是 我跟你说这八卦新闻 都是你这种小姑娘的 传出去的 你说说我也就得了 是吧 顶多我以后没得混了 你说彩儿怎么办 以后都没人追了 是吧 不是彩儿你这也点头呀 靖家明 这得了便宜卖乖 顶多算是小人得志 得了便宜不承认 就有点厚颜无耻了 对 什么就厚 就厚颜无耻了 我 我干什么了 我不就给彩儿 提供个住处吗 彩儿这你得说句公道话吧 我占你便宜了吗 我连多看你眼目 我都没看过吧 是不是 你这话就有点过分了 谈恋爱 你们俩就好好谈 谁也不是非你不可 一伙说没得混 一伙把人往外推 你这装什么孙子呢 琳琳别说了啊 我为什么不说啊 我就看不到 这男人不负责任 就是 简家明 我以前这个印象挺好的 虽然说我跟彩儿 老伴嘴吧 那咱俩是姐妹啊 好姐妹 你这有点担当行吗你 哎呦呦呦 这一人一聚的干吗呢 开批斗大会呢 我怎么了我 就是让你做男人 有点担当 不是那你这意思就是说 我喜欢彩儿我就 就是有担当 那我要说我喜欢崔玲了呢 那就没担当了是吗 这跟琳琳有什么关系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做男人做得不明不白的 你喜欢财人就好好对她呀 你喜欢琳琳你直说呀 行 那咱今儿把这话就得说清楚了 不是不是 等会儿 这你胡说什么呢 不是 我是让她把实话说出来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别看我呀 我 我也很无辜啊 躺着都中枪 不是 那得得今儿这么着 这么着行不行 你们商量好了 省得以后再出什么麻烦 我到底应该喜欢谁 或者说是 我应该先喜欢谁呢 还是后喜欢谁呢 太过分了 你要以为你是谁啊 土荒那圈肺子呢 不谢谢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我喜欢这种人 将来受伤的就是你 你想谈恋爱狠狠地商一回 我不拦着你 为这种人 不许多 不许多 林亮 林亮 周彩儿对简家明的追求 显然用力过往 他巴不得迅速确定关系 别介意啊 可简家明跟崔玲玲的玩笑 是 给他敲响了警状 你干活太忘了 咱吃咱们的咱吃咱们的 吃你妹 钱总 记吃不记挡 你还真敢来 那种钱总 这 是我后来我弄明白了 这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但是看在咱们都是老乡的范儿上 您大人不计小成果 咱就这事就算翻篇了成吗 翻篇 我爸在医院翻身都困难 你说翻篇行吗 是 那个 我代表我们家老头 向你们全家报个钱 那个 我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您家老爷子的 医院的费用我全出了 还有这些水果 那个 您给老爷子烧回去 完了这代表一些心意 您看看我这 知道错了 晚了 钱总 您 您要是有什么 心里过不去的地方 您冲我来 您就知道我没提过 崔玲玲的事成吗 我就知道您要来 您让崔玲玲等着吧 不是 钱总 您消消气 如果说您还没消气的话 您再打我一遍都行 我求您了 您 您就别再为难他了 我给您跪下了还不行 您舍得跪吗 我要是跪下了您就答应了 你跪给我看看 哥 我错了 还真就被你感动了 如果是一般人 可我不是一般人 贵不贵是你的事 答应不答应是我的事 但是我实话告诉你 你又再敢来 我就一直打一次 怎么是你啊 你大晚上要吓死人呢 不是 莲莲 你先听我说啊 我们有什么可说的 你先听我仔细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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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其实吧 我回去想了一下 那个 你看自打你婚礼之后啊 发生了那么多事 那我其实 我觉得在某些方面 我还真有点对不起你 你这一没骗我情 二没骗我人 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呀 你别老把咱俩扯上关系行吗 不是 那其实咱俩总是有点关系的 你这到底想说什么呀 你看你 你咱们一问我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要 要不咱们进屋说吧 进屋 我 我进屋慢慢跟你说 你是觉得进屋说什么都方便是吧 特习惯跟姑娘进屋聊天 是 没风暖和 我 我 王朝阳 我可真是小瞧了你啊 什么意思啊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就你这样的还想打我主意呢 王朝阳 我告诉你 马上给我消失 今天真是不好意思 本来还挺高兴的 欧阳他们就是这样 喝多了就来说话 平时我们都嗨惯了 没事 就玩嘛 你 你不介意就行 你 不会真喜欢玲玲吧 她 挺好玩的 这答案我该怎么理解啊 那你是像他们说的那么 喜欢我吗 你也挺好玩的 她 跑到这儿来寒情默默了 不是 你怎么又来了 可以啊 简佳明 你已经沦落到 要跟自己的员工勾三搭四了 等 等 等 你别在这儿闹啊 有事咱俩在这儿出去说 是你啊 你不是那个服装店的服务员吗 简佳明 你就为了这么个服务员把我甩了是吗 咱俩已经分手了 你管不着 再说了 我怎么就不能因为她把你给甩了呢 我还就告诉你 我们俩现在很幸福 行 你要非跟这么一个穿着庸俗凶大无脑的女人在一块儿 我也不反对 但是你就这么把我甩了有点说不过去吧 你得给我补偿 行 说个劲 一百万 你疯了吧你 就你这脸还值一百万呢 你不是干模特的吗 小心惹急老娘 老娘挂花你的脸 把你扒光了 拍老招翻到网上去 你要是聪明一点就归远点 再来打我们的生活 我说到做到 简佳明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算了 算了 别别的 这就是你找的女人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这种彪汉钱的吗 我不相信你不爱我了 你肯定是在演戏给我看 我不信 我不信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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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彩儿的假戏真做 让简佳明措手不及 虽然她平日里嘻嘻哈哈 玩笑无度 可违背原则的是 她是坚决不做的 走了 刚才这 真挺精彩 好玩 那这好玩的一天 还剩下两个小时 我还是希望 用这两个小时 好好地回味一下 晚安 先走 钱总 这是项目合作书 我们有做调整 但是都是之前谈过的那些细节 您不妨看一下 不用了 崔小姐 你是不是认识王朝阳 钱总跟王朝阳认识 很熟 认识 算是朋友吧 挺帮忙的 你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就不必合作了吧 这之前不是谈得好好的吗 我可以和任何人合作 除了王朝阳 和他的朋友 不是钱总 你别王朝阳不王朝阳的呀 这我们的合作是我们两家公司的事 再说了 这拍摄的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弄的 这模特啊 制锦多少钱啊 我们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这合同我没有签 是不是可以否决 对不起 没商量 我还有事 要走了 不送 崔玲玲 郑总这么器重你 给你机会 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崔玲玲啊 崔玲玲 你这办的都是什么业务 办一个砸一个 你非得让我赔着底掉是不是 不是 郑总 您听我说 我不想听你解释啊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回家去 没有电话你不用来上班了 什么意思啊 停职啊 对 停职 从现在开始 你在家给我好好反省去 不是 郑总 你也不能全怪他 不全怪他怪谁啊 怪你啊 再废话你也一块混蛋 崔玲玲 你回头应该找王朝阳好好聊聊 你这边事业干得风风火火 作为你背后的男人 不能总给你添乱啊 王朝阳 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了 昨晚受精了 给你送点补品 谢谢啊 你还真挺有心 我心意爱补股了 昨天晚上那架没打成 总觉得活动不开 你别说 我真没想到你 你 你那劲还真挺大 大了吧 有安全感 不过 昨天那事我 真得谢谢你 谢什么呀 这就是 你说那个 那就不用了 结婚这件事男女平等 两个人都占便宜了 那 那平等好 平等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 直接了当的脾气 特舒服 是吗 那你还想再舒服吗 你 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 我是说 你现在有空吗 有啊 怎么了 跟我去餐厅走走 走 来 欢迎我们的周经理 周经理好 周经理说谁啊 进来的就咱两个人 我姓简 你说说谁呢 不是 我什么时候变成周经理 那我现在正式宣布一下 现在正式任命周采儿小姐 为咱们餐厅的副经理 希望各位呢 能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给予她大力的支持 也希望她的到来 能让我们的餐厅 进一步得到发展 好 马经理 希望你以后在工作上 多多帮助周小姐 那周经理 那周经理 跟大家说几句吧 行 那那个 咱们也不走这刑事主义了 是吧 大家还很忙 那散了吧 得淡定啊 这心理素质那么差 以后怎么当经理啊 真坏 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提前说不就不好玩了吗 那你怎么知道 我们当好副经理啊 我有一双慧眼哪 你像你伶牙俐齿是吧 能温能武 动起手来能打 那干经理没问题 那你这找副经理 还找你土匪啊 都行 谢谢你 别 千万别跟我说谢谢 你一提谢谢 我就怕你往男女平等 那方面也 你不都说男女平等了吗 那还用谢 不过 那种男女平等的事吧 还是可以尽量发生一下 那 那马经理啊 你待会儿赶快 带周小姐去做套制服 然后帮她熟悉一下 工作流程 喂 喂 我这儿信号不好啊 喂 这么快就走啊 你不在 我会很寂寞的 那就不送了 拜拜 喂 钱总跟王昌到底什么关系啊 就是老乡啊 为什么一提到王昌 他就翻脸了呢 我哪知道啊 你别生潮氧的气了 他是去找过钱总 不过他也是想帮你啊 他去找过钱总 灵灵 你别生气了 他真的是一片好心 欧阳 我不管你有多喜欢王朝阳 我不管你跟他的星座雪星 有多么的吻合 我都非杀了他不可 你 你听我什么呀你 你听你们的 我让你忍着点 也没让你拿我的手指疼啊 没事 没事 继续继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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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 好 不是 大海啊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灵灵要是知道是我坏了事 真能杀了我 你 你还想见他呀 那肯定想啊 那你就直接主动约他 大不了把你这条命给他了 要杀要管随得来 不不不他他他他真能杀了我 不成功变成人 你这么躲着 反倒显得你没有骨气 做男人一定要帅 大海你 你搞个帅吗 差点意思了 这看什么呢 熟悉业务嘛 就得看看进货单 严格管理呢 也得从最基本的做去 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个 简总 我还有事 我先去忙了 行 忙 忙 忙去吧 那这个账本 就放我这儿吧 好 亲爱的简总 这账单你看过吗 我说实话 我从来就没看过 你看吧 这单子都乱成什么样了 你看啊 这几阳菜 批发价比零售价还贵呢 你再看这酒水 净价就那么高 那肯定会比别的餐厅 要卖得贵呀 难怪玲玲说这儿的菜 都太贵了 她说过吗 我以前跟她说过 上次你让我们提意见的时候 我们也都提过呀 对对对 她说那灌口那段 对 提过是贵 对对对 我接个电话啊 喂 玲玲啊 什么事啊 你干吗呢 我在餐厅呢 什么餐厅啊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已经成为 嘉明餐厅的副经理了 哎呀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你不恭喜我呀 我现在哪有心情恭喜你啊 你怎么了 没什么事 工作上的事 你升职得真好 给我留一个最大的包间 今天晚上我要摆鸿门宴 对了 我不想见到简佳明啊 嗯 好吧 你确定没事吧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就这么着吧啊 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嗯 拜拜 崔总白天啊 嗯 什么指示 他说晚上要来吃饭 让我给他留一个 最大的包间 哎呦 这崔总要整大场面啊 哎 你说他 他这回要请什么 级约的客人 你怎么对别人的事 这么伤心呢 有热闹谁不看呢 你还有心思看热闹呢 这账本就有你看的了 哎呦 这这账本真的 你要是让我看这账本 那还不如让我出去 跟员工一块跳舞去呢 这既然是你来的 你不想我 那你们够忙的了 哎 别别别 这 这周经理 你听我说 这个 这个我给你说 这是你业务范畴之内的事啊 再说能者多劳 我相信你一定能把它看得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楚的 好了 好 好 好 行吧 我是大好人 绝对的好人 辛苦 辛苦 啊 简佳明的心中 始终惦记着崔玲玲 无论再多的玩笑 都无法掩盖她心中 真正的思念 成你的 你说吧 这原来我没做亏心事之前 我还真不处的 你说现在这事情搞砸了 我这一说起崔玲玲来 我这还真有点干颤啊 真经不起念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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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个王八蛋 不敢接电话是吧 你别激动 我不是王八蛋 你就是 我不是 我不是王朝阳 她人呢 让她接电话 她不在 有什么事 你跟我说吧 行 你告诉她 今天晚上七点 佳明餐厅最大的包间 我请她吃饭 谁不去谁孙子 说 说 说什么 孙子 人请你吃饭 你说 打开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这 我这 这个办法呀 总会是有的 我 我现在手头是紧 我回头还你 我回头 你不刚接一下活吗 你这都哪儿咋听到的呀 那挑衅还怪灵通呢 给给给 你给我讲讲啊 就 就这点 我 办法其实有很多 不是 我不是刚给你五十吗 你 你蒙谁呀 你给人拍一片儿人给你五十块钱 我 是 不是 是一天二百的活 那你不行 我去买点日用品 什么都不 就这么多了 一共二百 我花五十 一百五 你跟我说说 跟我说说 朝阳 其实根据我的推测 你小子的机会到了 得了吧你 你没听见她说 谁不去谁是孙子 这 这是约会吗 这是约价呢这是 这些都是企划 你想一想啊 她为什么把你约在 餐厅包厢这么个环境 她怎么不约这大桥下 开发区树林林 她这是想找契机和你谈何 女人啊 有些时候她就是这样 她斗不过你啊 索性就跟走你算了 好 你干嘛啊 你你你你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们得把钱 你听我说 我还没说呢 我还没说呢